今天的問題是問說 老師他梅隆菇的果肉有什麼都不夠 有的人是很夠的 可能會比較薄吧 這個會比較薄 比如說你的果肉比較不夠 一般通常和你的胛肥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基本上你的胛肥的比例是不對的 所以可能你用的都是撒瓜肥 都是平均肥 所以你的胛肥就會比較不足 所以你在胛肥方面稍微來做一下調整 一般來說很快就可以 大概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當然就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胛肥胎的就比較高 當然這裏我們這樣說的不是很簡單 但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這不是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就是說你吃你割在調整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重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個割在調整的時候 那麼有一個很要緊的 要去注意的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 你其他的一個行動你也要好洗 譬如說他就要撒董海 頭上頭都會這樣 很大 很大 蝦還是很大 很大 那種都不會夠肉 你如果看蝦子這樣比較小 我們在說說 美容龜大概在第八片葉子以後 第八片蝦子你就要注意 第八片葉子 如果超過你手薄這麼大的時候 你就要很小 有可能那個蛋肥就控制不住了 動不住 煞車煞不住 那個時候 他會大 那個煤廊會大 但是肯定要補肉 還是說你鑽一些 不必要的四百分類數 譬如說 浮分數 這一般很多人會去鑽這個東西 地殼精 那麼去一般是用這個 地殼精這類的KT30 還是用這個 我們在市民中 有人 你有鑽你也不一定知道 浮分數要再去看得到 但是市民上其他 從DA-6 DB DB-6 這個 這個東西你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 你看不到 他的這個 有這種東西在裡面 你如果去把這個東西 他就比較 他有大 但是他就補糧 那比較補糧 對市貨來說補糧沒要緊 他現在 他補糧 我們 我們市貨也沒吃那個糧 對吧 市貨那個白白的地方 所以他大起來 裡面的空空鬆鬆 沒關係 但是美容如果大起來 他裡面就變健康 有可能是去鑽到這種東西 那麼 那 吃肥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 這個 吹大不要亂吹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吹大這些東西 很多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在 所以呢 這個 讓我們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最簡單來講 最簡單來講就是 吃肥 吃肥 嗯 吃肥 吃肥